我家那个牛生了 三个牛仔 那个不是大飞吗 对呀 听说他做生意做失败了 你看他那个乐破的样子 回去肯定要找他哥借钱 真是家门不幸啊 那不是 我老公啊 跟他一起出去做生意的 现在我老公开了一个厂 管了几十号人 他都快四十岁了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还穿得那么拉里拉胎 哎呦 那不是人家做生意 他也做生意 对呀 不管他了 来你上 干什么 那个大飞不是你兄弟吗 干嘛要回去干就忙呢 人家回来了你应该叫他进去吃碗粥啊 哼你开什么玩笑兄弟 现在他都没钱了 以前有钱 这谁是兄弟 现在没钱谁知道他是兄弟呀 没钱了也是兄弟嘛 你们以前玩得那么好 你们都经常出去喝酒了 什么去蹦蹦蹦的 好个屁呀 你看看他现在从那里那他 他现在都落大了 谁还跟他 我就怕他要找我借钱呢 找你借钱呢 对呀 人家叫你你都没理他呢 我看见他 我跑比他还快呢 我还理他 幸好找他 哎 找他说关门关门 等下要回来的麻烦 干嘛 哎哥 哎 你来干嘛 去哪里呀 哦 去外面逛一下 着急出去啊 也不是很急 啊 是啊 我们有事去一趟现场 啊是啊 去现场啊 是啊 你上门肯定有事吧 没事 那你们去吧 好吧 哎呀 你有什么东西肯定写在脸上 我知道了 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啊 哎呀 走路在这里 你怕他听到是不是 说 有什么大大跟我说 能帮的 尽量帮你 哥 其实是这样的 什么事 我做生意失败了 哦 现在 急着周转 没有资金了 差多少 还差三四十万 三四十万啊 是啊 如果我周转不过来的话 我真的是 连那个公司都要抖避了 可是我出去敞荡了那么多年 我又不甘心 所以说我是迫不得已才回来跟你说的 是啊 你还带着那么一大帮兄弟跟着你吃饭了 你就要倒闭的话 那帮兄弟也没有地方去是不是 哎这样吧 你先拿着这里 这里有五十多万 反正也不急 放在银行也是放是吧 哥 你拿去 那这笔钱你现在真的不急用吗 不急了一点不急 放心 你拿着去 先应急先 那哥 那我拿了到时候 我一定还给你 放心吧 哎呀 兄弟不说那种 等到以后你手都宽松了再还给我 那行 那谢谢了 你先去应急吧 啊好 那我走了 啊 干嘛 你拿一样卡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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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急事 先先让他 渡过一个难关先 我们暂时先不买了吧 有急事 是啊 那我们今天可是要去交房啊 都说好了的 暂时不买吧 我们努力了那么久才 怕来这一天 你 全部给他了 他是我亲弟啊 不帮他 谁帮他 他现在的工资出现 资金周转 有问题是吧 先让他渡过一个难关 我们赛值一两年在买 那你全部给他了 那我们这个日子怎么过 孩子上学不用钱吗 万一有什么 急需要钱的地方啊 到时候我想办法 我去接 我来扛 你放心 你输得倒轻巧 我真的是气死你了 我们判了那么久才判来这一天啊 一半都不上的全部给他 这个日子没法过来 老婆 哎 哎 嫂子 给我呢 你又来干什么 你把我们家害的孩子不够惨吗 还想来借钱呢 嫂子 没有的事情 我找哥有点事 还蛮好的事情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 我现在我都在城里面住了 你还来我家干什么 嫂子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啊 那本身就是你啊 如果当年 如果不是你跟你哥拿钱去的话 我现在我在城里面住得好好的 我还在这里住啊 哎 当初也是 不好意思 这些年也辛苦你们了 你说得到轻巧 那是我们犯斗了多少年的积蓄啊 才判来的那一天 你倒好了 一句话 就把我的钱全部拿走了 把我们的家当全部拿走了 我也是被逼无奈的 你走吧 你不要再来我家了 你走 喂喂喂 干嘛 干嘛 真是的 他是不是亲弟弟 就要赶来干什么 亲弟弟要怎么样 要不是他 我还至于在消散啊 我在城里面 别说那么多了 敲我狼腿了 先回去吧 先回去 别退过 哥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 哎呀别说那种 都是一家人 说那种有什么用 是不是 早两年我借了你五十几万 现在搞得你天天跟手子吵架 我也听说了 哎呀 现在你在家也开始耕田 种那个地了 如果不是我借了你那么多钱的话 你现在跟手子 应该都到城里面去住了 哎 你手子那个脾气就是这个样的 哎 自己家人不帮帮谁是不是 没事 所以在中两年 是吧 我有一点稀叙 我再重新出去创业 只要你那边 呃 过得好就可以了 老哥 你这样子让我 心里很过意不去 我次次创业 次次回来拿钱 你次次都借给我 我这样 我真的是心里不安啊 没事 现在你要遇到什么困难 你尽管跟我说 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如果说我创业 一直失败的话 那怎么办 失败是成功之母 多失败几次就会成功的 哥啊 这次 我真的是让你失望了 不会的 你读的书比我多 是不是 像我们两兄弟 没有一个人闯出头的话 你看我老哥又没有什么文化 我很难闯得出头的 我们存在的期望就寄托在你身上的啦 那这是哥估计要 让你失望了 其实的话 这是我回来 我是把钱还给你的 这卡里有110万 你拿着去 到时候的话 有需要 尽管向我开口 我们还是好兄弟 那你 现在成功呢 放心吧 这100多万 这是我几年 创业成功 现在的话 公司那边也稳定下来了 没有你那笔 资金周转的话 估计啊 我大飞真的是 抬不起头了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不要骗我吧 赶紧拿着这笔钱 跟手支去 把房子买啦 去城里去过生活吧 不想手支的话 以后都怨死你啦 昨天还差不多 哎呀兄弟 终于有这一天了 到城里 到时候打我电话 我帮你们安排 真的哦 不是开玩笑吧 不是开玩笑 密码还是后六位 是你的声誉啊 是啊 后六位 那好我跟他说一句啊 回去跟手支好好说啊 不然的话 你要生意了 好啊 你先到里面吃完粥先嘛 不用啦 我现在急了回去 到城里了 打电话给我 我帮你安排晚饭 OKOK 那你先赶忙你的吧 哦好 老婆 我来了 看来吧 就好了 我来探索我 我来探索我 我来探索你